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怕调味料才来调均匀 我们的食材有生抽 老抽 蚝油 这个是玉米油 红香粉 还有鸡筋粉 对啊 我们的三层肉所说的是五花肉 好 首先我们把它切成 切成长棒粒 呃 长棒型的是有1.5到2 好 所配的 所配的材料有蚝油 生抽 还有我们老抽 最后我们还有放那个花雕酒 这个是我们第二个食材 第三个食材有香菇 香菇必须要泡水一个小时半 之后拿出来给它瓶干水 蜜干水 才来放调味料 调味料有 麻油 鸡筋粉 还有蚝油 就是这三种调味料所呈现的 首先 第一 我为你们展示一下 把那个调味料烙在那个糯米的步骤 第一步骤 我们先把生抽 老抽 还有蚝油 调均匀 放下去 把它烙均匀了 然后 第二步骤 我们把 鸡筋粉 五香粉 也把它烙均匀 最后我们才把玉米油才放下去 第三个步骤 好了 糯米的步骤就是这样烙 好 第二个步骤 我们才烙那个三层肉 哦 我们把 生抽 老抽 蚝油 把它放进去 然后把它烙 烙均匀 把它烙 烙 烙那个肉 然后最后我们把它放 挂掉酒下去 把它烙至 一个小时放 之后才用 第三我们的香菇 我们首先 我们先放 烙油下去 然后把 鸡筋粉 加味料放下去 最后 把 麻油 用油 放下去 腌制一个小时过后 才用 好了 我们把所有调味料已经腌制好了 首先现在我们 我叫你们怎样去把 他们他的道法 我们先把两张叶子 他有分成正面跟负面的 我们一定要用正面来包 一个前一个后相差交叉 一前一后 这个是正面 这个是负面 有防的是负面 我们现在要学习 这那个背线 三脚背 从这里 弯下去 拉上来 显成三角形 再看一次 把它拉上来 弯进去 接成三角形的飞 然后首先第一个步骤就是放糯米下去先 然后咸蛋 猪肉 鱼籽 还有香菇 之后 锅米盖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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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这样 遮过来 这层 成形 然后把手指这样 推过去 抓紧 拉直 然后这个把它 弯下来 推 推去后面 把它抓紧 就成了三角形 之后 绳子 好了 往 往上卷 一 二 好了 收下来 收进去 往下来 再转这个圈 往下去 然后把它拉紧 然后把它拉紧 来 我再 再示范过一次给你们看 叶子 有分正面跟负面的 有 有黄的是负面 没有的是正面 我们是 交叉 搭配 那我们把它转进来 拉上去 就成了三角形 然后我们先 放一点糯米下去 鱼 鲜蛋 三层肉 然后栗子 香锅 然后再放糯米下去 盖上去 手 然后把它盖过来 盖过来 拉紧 然后 两个手指推进去 把它拉紧 这样子它就成了三角形 然后把它弯下来 弯下来 推去后面 抓紧 然后绑绳子 然后一个圈 两个圈 转进去 再多一个圈 再多一个圈 拉紧 OK 粽子它好了 现在教你们 煮粽子的方法 首先 水一定要滚 才可以放粽子下去 水 水一定要盖过粽子的 要煮一个小时半 收好了 滚了然后放中火 给它煮一个小时半 OK好了 粽子一个小时半 煮好了 现在我把它拿上来 OK 粽子好了 现在 把它打开 这个就是今天为你们所展示的本地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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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们会喜欢 让我重新再为你们 让我为你重复佐料 首先 我们有 糯米 蚝油 老抽 生抽 玉米油 鸡精粉 五香粉 还有绿子 还有绿子 咸丹 王 还有文中叶 种子叶子 还有绳子 呀 香菇 好 今天为你们展示 这个是本地种子 希望你们会喜欢 对吗 有点 是的 人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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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